睡觉虽然醒 上午十点 今天北京阴天 我家老张 老张你不穿袜子不冷啊 看我种的菜呢 全活了 要知道我咋 我多种点啊 贪呢 两边都种上 每天在菜中间走来走去 多幸福 十点半了 看不见大爷 你看我们家大爷 想写 写那个作业流的 没工夫 没写 我就开始做饭 自己也饿了呀 一人一根香蕉 这是蓝莓 底下小米粥 这个是 然后再就点茬 给你们看看啊 我这根超着生菜呢 昨天我买两大颗生菜 晚上快那个 快散摊了 我去买烧饼去了 没了 买的那个 馒头 散摊的 五块钱俩 生菜 我也不知道贵不贵便宜 我就给包了 还买了一堆贬豆五块 还买什么了 反正就捡漏了 早上起来 在南城乡 吃这么一小盘 好几块 是不是 它好像就是拿蚝油一拌 什么都没有 就搁点蚝油 这多吃点菜 我爱吃青菜 我上次用的这个沙拉酱 拌的也挺好吃 我懒得拿冰 冰箱里边 蚝油 用它 嘿 大爷 吃饭了 张大爷 把那香蕉皮 扔往那水桶里 小花 晒干了再扔 不用晒干 晒干了 快点吃饭 开吃 怎么样 早餐 生菜 半生菜 英语根茬 蓝莓 三门肉 还有花卷 这个我吃 今儿咱六点零血糖 看我种的菜全出来了 大家好 我是蓝蓝 今天呢 是五月四号 一号呢 见亲家 晚上去我妈那儿 二号呢 回娘家 三号呢 回婆家 今天四号 晚上孩子们 就从石家庄 回来了 明天 孩子们休息一天 后天 他们就上班了 我都 有人特羡慕我 说我是一个全婚人 我给大家展现的 就是我的生活 是吧 有人羡慕我 其实有的时候呢 我也羡慕哈 别人 自由自在的那种生活 就偶尔约上 三两个朋友 喝喝茶 逛逛公园 或者呢 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我也会一闪啊 那种生活会 一闪 就一闪念 因为 不可能哈 每个家庭 你不可能复制嘛 它是不一样的 我这两天 就一直在琢磨一件事 今天呢 我是 睡到自然醒 十点钟醒了 我就赖着不起 我就想等着 张哥给我做早饭 我也吃回现成了 结果等到最后呢 还是我起来哈 给他做的饭 给自己做的饭 没有熬过人家 然后吃完饭呢 他就说 他说你回楼房吧 说我要工作 需要那个安静 说他嫌我太闹腾了 我也是 就是不停的忙 孩子呢 回到家呢 也是很累了 就不愿意干呀 不愿意归着屋子呀 什么的 回去呢 就得打扫房间呀 上班了 是吧 还要我来照顾他们 什么时候试个头啊 可是你不照顾呢 又觉得孩子很辛苦 这又是你该做的 可是毕竟自己 也五十多六十的人了 就特别的纠结 然后再包括 父母那儿 我也是每天啊 就是一睁眼 就先跟我妈视频 跟我妈聊天 问问情况什么的 我妈前两天 话音节果出来了 我今天早上又从网上 就是上网 看他的结果嘛 还有几项不合格 还得带他去看病 所以每天就觉得 你看我又得照顾老的 然后还得想着小的 然后我们家老张呢 就跟那个大男孩 不能自理似的 你要不给他做饭 他就吃个馒头 咸菜就那样 那时间长了 是吧 那身体也不好 所以我还得惦记着他 昨天我还跟那老师说呢 我说我们不昨天晚上 不上课吗 我就跟老师分享 我说书上说呢 35到65呢 这段时期的人呢 应该学会呢 就是去多关心别人 就是你在关心别人 你在付出的时候 你才能够得到你存在的价值 然后你的生命才更有意义 就是说真的 如果你每天去吃喝玩了 时间久了 你可能也会觉得很无聊 很空虚 因为如果每天的生活 都围绕自己转的话 可能真的 有时候我们 或者说我经常会想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就是为自己活吗 其实也不是这样 当你真正的去付出 就是通过你的付出 别人因为你而有所改变的时候 你也会跟着他一起很开心的 这个是肯定的 而且我在生活中都已经得到了证实 然后我跟那个老师聊天 我说 那您也说 要先让自己活得快乐 然后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 那我就觉得 我每天忙忙碌碌的 都在去关心别人 去为别人做事 我就失去了我自己 我很矛盾 我说比如说孩子 他都已经20多往30走了 我都50多奔60 后来我说 那我怎么才能够 先满足自己 让自己开心的同时呢 我也能够做到去关心和爱护他们呢 我有时候就想 哎呀 这个点了 孩子们该到家了 还没有吃饭呢 我就很惦记 挺纠结的 有时候一想 你退出了也没事 你给孩子们做做饭 可是你别小看这个做饭 是吧 他会占据你很多时间 买菜 是吧 你得想要做什么呀 然后你再拿到楼上啊 你再洗菜啊 然后你再做呀 做好了 你再帮着收拾 你觉得上一天班很疲惫的 你又去帮着他收拾什么呢 这都需要时间呢 可能你一天一半的时间啊 就 那当然你老人 那就谈不上了 他现在正需要你了 那年轻人是吧 他总是要独立的呀 你什么时候才放手啊 是吧 你到底这样做事 对他好 还是对他不好啊 有时候挺拿定主意的 所以说呢 我现在就很纠结 我是回楼房 侧孩子去呢 我还是 在这儿跟张哥 这里是我妈进 我就能经常去 帮着我妈 照顾照顾他们呀 我就就要纠结 我是该咋整 下一步我该咋办 要是你们 你们会怎么办 你们才老师最后怎么说 记得点赞关注哦